我們新朋友麗希 帶著轉播 壓軸在今天最後一場比賽 在新竹縣立體育館 這邊跨步 想找一個插板的位置 結果也沒擺進 結果籃下最後裁判響哨 來看一下剛剛這一球 麗希在籃下有受到干擾 現在是一分差做一個high load的搭配 郭師傅 第一節最後的兩分鐘時間 李漢山也是新同學 講到他的外線 他兩邊都是狂飆外線 進攻籃板球第二波的機會 第七要來單打 有哨音 雲豪當然有外線 但我覺得他是屬於 比較沒有那麼穩定性 那麼高的一個選手 不斷地要找機會做給他 這一次 原來太簡單了 沒犯規了他不要 一定要有競算加發 身 兩個人的配合 高調的機會 離籃框有點遠 能不能卡進去 最後fade away 往後 來出手 沒有問題 日本的回方也很快 這個傳球也有點危險 上來 但是Lavangar北海道 是要面對到 新北中心特攻 這跟第一節有點像 前面先進了兩球之後 力氣 有沒有力氣 有 力氣來不及回方 剛好簡單 這邊直接高調給 啊力氣 這個球裁判響燒了 摩斯其實不是美國混血 他是俄羅斯和菲律賓的混血 今天拿下13分 第14分到手 力氣在籃下 哎呦 這只能用犯規來阻止他了 來看一下 他已經在禁區內掌握到 比較好的位置 想要變速 找力氣 在籃下應該來不及防守了 順利的再排兩分 要想辦法 把這個 比賽 節奏給抓在自己手上 工程師給拉著走 是 再做一次的傳球 讓他籃下去 尾包就出去了 不要讓 對方再投他 三分球來追分 然後 再度 三分球 龍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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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龍製 龍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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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